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三十八集 少平拿一把铁仙往架子车上装土 推车的是田武大叔 少平爱和这个活泼的土艺术家一块干活 自从哥哥去了山西 少平就一直在村里劳动 而没有回县城的学校去 本来他二爸孙玉婷 让他到石阁节去放水 但他考虑他在石阁节上过两年初中 熟人多 而石阁节的爸就在学校前面 万一这行动被石阁节的人发现了 说不定要干一架 而这里面就可能有他当年的同学 他怎么好意思和同学去打架呢 因此他没答应二爸就到这霸梁工地上来了 所有参加劳动的人 今晚上都兴奋的有说有笑 大家不久才发现 连半脑壳田二也跑来了 他不劳动 只是在河边捡些碎柴烂草 往坝中剩下的那点水里扔 他一边黑黑憨笑着 一边嘴里念着 世事要变了的那句老经 在他混乱的意识中 大概把水当成了火 因此才把捡来的柴草往水里扔呢 这时推土的田五倒霸一架子车土 就站在霸梁上说了几句链子嘴 天大汉 人大干 霜水人民是英雄汉 首先削平石鸽节 再把罐子也打烂 所有的人都被田五的链子嘴逗得哈哈大笑了 就像列宾油画中查普罗什人在嘲笑土耳其苏丹 此刻在大队部的院子里 田福堂下达了向石鸽节进军的命令 十几个年轻后生操着工具 纷纷爬到拖拉机的车斗里 等孙玉亭上了驾驶楼 田海民就搬动离合器 拖拉机吼叫着冲出了大队部的院子 拐上公路 向石鸽节跑去了 在拖拉机出动的前一刻里 二队队长金俊武已经带着另外两个人 沿东阿和东岸的小路摸黑 偷偷地进了罐子村 田福堂打发走了这些人 就一个人又回到大队部的公园里 他站在脚地上 从头到脚汗水淋淋 炕桌上的那盏煤油灯 照出了他苍白的病容脸和一双不安的眼睛 田福堂现在才感到有些恐惧 他的心砰砰地跳着 他现在已经把全村人煽动起来 投入到一场集体的冒险中去了 万一出个事怎么办 这么多的人 黑天半夜又分了几路 怎能保证一切都平安无事呢 另外 就是今晚上一切都顺当 像计划的那样实现了偷水的目的 但公社要是过后追究这事 他怎样应付 田福堂的脑子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在夜幕的掩护下 孙玉婷带着一群赶死队员坐着拖拉机 不多时就来到了石鸽节的水坝附近 水坝离石鸽节村庄还有一里多路 因此这地方静悄悄的 再说 这期间庄家人都早已进入了梦乡 他们穿过罐子村时 连一星灯火也没有看见 但孙玉婷和这一群人仍然有些慌乱 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不是做一件光明正大的事 而实际上是进行一种偷窃活动 拖拉机停住后 孙玉婷在驾驶楼里探出脑袋 叫车斗里的人先别动 让田海民把拖拉机吊转头再说 等田海民在石鸽节坝梁上面的公路上吊转车头 孙玉婷就对他说 我们下去祸吧 你就坐在驾驶楼里 不要熄火 一旦有情况 我们上来后咱们就能跑 孙玉婷给田海民安顿完 就紧张地跳出了驾驶楼 他发现车斗里的人都已经到了公路上 而且有两个人已经向霸梁那里跑去了 玉婷气愤这两个人怎么不听指挥就跑了 他问那两个人是谁 有人告诉他 是金富和金强两兄弟 玉婷本来想发作 一听是这两个蛮汉 就再没敢说什么 金富和金强是郡武他哥的两个儿子 一个21岁 一个19岁 不光在村里经常惹是生非 还常跑到外村去打架 而且打起架来 既不顾别人的命 也不顾自己的命 金骏文本人也没办法他的这两个列子 孙玉婷只好很快招呼大家 也向石阁节的霸梁上跑去了 等他们来到霸梁上 金富和金强两兄弟已经撅着屁股 开始拿山掘在霸梁中间挖上了 玉婷让他们不要在中间挖 这样可能整个水坝都会撅地 但金富金强根本不听他的 只管撅着屁股挖 有几个人也跑过去和他俩一块挖了 玉婷看没办法指挥这些人 只好引着另外的人在霸边上开始挖 两处挖掘的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劲 一个个都咬牙切齿的 似乎不是拿掘头挖土 而是用刺刀枉死捅敌人 是啊 多大一巴水 绿茵茵的看了真叫人眼馋 而这水本来也应该有他们村的一份 现在却叫不讲理的石鸽杰拦在这里 得意而美气的浇灌他们自己的庄稼 挖 狠狠的挖 把水放干 让他们再得意 让他们再美气 不多一会儿 霸梁中间金富和金强他们那里 已经响起了哗哗的流水声 接着 孙玉婷这里的祸口也挖开了 水开始冲向祸口 向河道里涌去 孙玉婷看差不多了 就压低嗓门 喊叫大家快走 众人先后颠着工具 跟玉婷跑上了公路 但金富和金强几个人还在那里贪心的挖着 气得孙玉婷又跑下去 吓唬这几个人说 石鸽节那边好像听见有拖拉机声 说不定人家已经发现了 如果这几个人还不走 他们就先走了 金富几个人 这才颠着工具跑了上来 纷纷扒进了车斗 孙玉婷一扑跳上驾驶楼 气喘吁吁的对田海民喊道 快跑 田海民眼急手快 搬动离合器 拖拉机便发疯一般往回开 在孙玉婷他们还没动手挖坝之前 二队队长金俊武 已经带着两个人不慌不忙的 在冠子村完成了他们的挖掘任务 冠子村只有半坝水 水面离坝粮很高 他们不可能把冠子村的水放出来 情况正如金俊武精明地估计到的 只能把石鸽节的水放出来 盈满冠子村的水坝 才能从冠子村的窝口里 再往双水村流 金俊武一边挖窝口 一边还对另外两个人说 咱们等于给冠子村也做了好事 今晚上他们坝里的水也就盛满了 要不他们现在这点水 也浇不了几天地就完了 金俊武的确是个周到人 他甚至指导另外两个人 不损坏冠子村的水坝 他们只是在坝与河岸的衔接处 挖开一个不大的窝口 俊武估计 这窝口流半夜水 已足够盛满双水村的坝了 金俊武他们虽然路近 可孙玉婷是机械化部队 尽管他们出发晚 但比金俊武他们先一步回到了双水村 等金俊武三个人进了大队部的院子时 看见队里的拖拉机已经停在了院子里 公鸟里还是只有田福堂一个人 其余的人田福堂已让孙玉婷带着 又赶到村前支援金俊山他们加高霸粮去了 田福堂像迎接打了胜仗的勇士一般 迎接了金俊武三个人 他给三个人一人递上一支大前门纸烟 福堂在这中间回了一次家 专门把自家的纸烟拿了几盒 以嘉奖这些外出作战的部队 他问金俊武 都好了 金俊武点着纸烟说 都好了 那好 叫他两个先到前面霸粮上去 咱两个先等一等 我已经叫金城和田海民两个到后村头照水去了 等水一出来 咱再到前面霸上去 那两个人抽着书记给他们的纸烟 就扛着工具先走了 田福堂和金俊武两个人 先后进了大队部的窑洞 他们在这里等待金城和田海民报告水来的消息 田福堂很愿意和金俊武单独待一会儿 金俊武和孙少安是村里他最头疼的两个人 原来他对金俊武气更大一些 但自从他发现城里交书的女儿和少安有点马虎以来 他就对少安比对金俊武更恼火了 田福堂现在很愿意和金家湾的这位领袖 把关系弄好一些 当然 他知道他永远不会把金俊武弄得像孙玉婷那样 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 他只是想让这个强人不要处处拐着弯 和他过不去就满意了 进了公瑶后 田福堂又给金俊武地上一根纸烟 他也没什么正经八百的话 就随便拉家常说 你父亲可是个好人了 我们小时候金先生东闲了 就在村里办东学 教穷人家娃娃十字 我也跟你爸学过字 可头一天学了 第二天就忘得一看二净 天生的不是个念书人吗 田福堂说着就仰起头笑了 金俊武在煤油灯上点着了书记刚才又地上的那支烟 也笑了 他说 我弟兄三个也一样 我歪好还跟上他识了几个字 我哥和我弟常让我爸拿铁戒指把手都打肿了 可还是连一个字也没认下 田福堂惋惜地说 可惜先生去世太早了 我记得好像金大叔晚年也是气管有毛病 金俊武说 他就死在废气肿上 我现在这气管病将来也说不定发展得像你爸一样 田福堂说着便下意识地咳嗽了两声 脸上显出悲观的神色 那是两回事 气管炎不一定就能蔓延成肺气肿 我爸到后来已经把病根子伸到心脏上了 正当他两个拉弹已故金先生及废气肿的时候 小学教师金城和大队会计田海民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 水头已经下来了 田福堂和金俊武两个人一听水已经来了 把金先生和废气肿早望在脑后 跟着金城和田海民就往外跑 他们来到公路边上 已经看见村后的河道 在暗夜中闪烁着水波的微光 仔细一瞧 水头已经就在他们面前 像一条蟒蛇似的沿着干涸的河道 刁钻的蜿蜒爬行 寂静的东拉河 重新又响起了哗哗的水声 多么令人兴奋啊 四个人在公路边上 撵着水头一路小跑着向前村赶去 金城和田海民一边跑 一边向前面坝梁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呼喊着 水来了 水来了 整个水坝上的男女老少顿时都沸腾起来了 人们一边加紧往坝梁上运土 一边兴奋地喊叫着张望着后面的河道 水即刻就涌进了土坝中 河水一骑到来的田福堂立刻命令启动两台抽水机 于是人们的呼喊声哗哗的流水声和抽水机的马达声搅混在一起 使得双水村这个夜晚像唱大戏一般喧腾和热闹 但是乐极生悲 约么半个钟头以后 这喧腾和热闹突然又变成了一片紧张的唏嘘声 人们惊慌地发现 水坝里的水上涨得太快了 顷刻间已经涌满了大半瓣 而且眼看着要长到刚加天的星土上了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演播 杨晨 张震 演唱风格自身 演唱或 investigations 定义